跟一群你从来不认识的人 吃喝拉撒住在同一个小空间里的感受 开心的扣一 想死的扣二 很多朋友都喜欢说选择家庭寄养 感觉好像狗像在家里那样开心快乐 但知道吗 很多的家庭寄养可能是坏狗狗的培养器 打架狗的监狱 霸凌高发的场所 因为大部分家庭寄养的都不是专业人士 很多真的都是爱心妈妈 其实家庭寄养是对狗狗照顾要求最高的一种形式了 不是随随便便都可以做的 你试过家庭寄养吗 欢迎留言给我 家庭寄养的确实给我们感觉 是跟在家里一样 对不对 有沙发有床有客厅 狗狗还不用关 这是家庭寄养所有的好处了 那么今天我主要来说说弊短 第一个 绝大多数的家庭寄养 都是家里已经有了原住民 有了家里还不止一只 而过去寄养的狗狗呢 都是母亲的人员 可以这样讲 而家庭寄养的话呢 又在城市里面 有限的空间 资源也很有限 照顾狗狗的呢 大部分都是一个人 最多是两个人 这么匮乏的资源下 多狗聚在一起 不要说原住民会不会打客人 可能客人们就会因为 什么狼多肉少 互相的名争暗斗了 所以家庭寄养里面 打架的几率是非常高的 而如果你的狗狗并不打架 在这样的环境里 也可能会变得好斗起来 回家 客向而知 那么第二个 坏习惯的聚集地 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再次强调一下 家庭寄养 其实是所有寄养中最难的 因为空间 资源的问题 但是呢 很多做家庭寄养的 都并不是专业人士 而是真的是喜欢狗狗的朋友们 没有专业度 这么多狗狗都在一起 必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 重要的是 狗狗在学习中 有了非常重要的一环 就叫模仿学习 如果一只狗会翻垃圾桶 上桌偷吃 那么其他狗基本上能学会 很多朋友可能会说 一次应该不会吧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 狗狗之间的互相学习 绝对超乎我们的想象 第三个 就是最最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对狗狗的心理不怎么好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家狗狗 如果日常 就是团体生活 每天都是跟几只狗 十几只狗在一起生活的话 那没有关系 那你可以 但是大部分都家里 只有一只狗狗 最多两只狗 是不是 很多都从来没有 跟其他狗狗接触 超过24小时 你可以想一想 家庭季 是狗狗们都不会关起来 一起吃 一起睡 一起玩 24小时 7天 84个小时 想想如果我们是人类 把你拉到集中营 跟形形色色的人 待在一起 84个小时 请问你的心理压力大不大 心理感受是如何 是不是会觉得 如果自己 可能八个小时 都没办法待在一起 狗狗们没有选择的 就要待这么长的时间 还说不定 你没有坏人 还会不停地欺负他 这就是为什么 有的狗狗 家庭寄养回家以后 就会皮肤病了 脱毛了 会打架了 会乱尿啊 等等等等 那么朋友说 是不是就不能选择家庭寄养了 如果真的想让狗狗 感觉家里的这种寄养的形式 我更推荐大家 可以找亲戚朋友 家里没有狗狗的 但是又很喜欢狗狗的 寄养的时候呢 只有你家狗狗 这样一只的这种地方 这种其实对狗狗最好的 而多狗散放的家庭寄养 就一定一定要谨慎 下一期我们来讲一讲 宠无医院的寄养 我给你吧 关注我不迷路 给你养狗 新思路 我是王金 我们下期见 给你 要不要 我给你